你好,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交易日 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呢,这个比特币啊,就是长得一塌糊涂,又创新高了,对吧,两个礼拜从2万到了3万4 今天早上一开门的时候呢,你那些什么比特币这个挖矿的这个公司啊,我觉得Joy的公司呢,也涨了一塌糊涂,听说你买了不少啊,没生意啊 还没有 还没生意呢 你那样没打开 还没打开 没开 刚才讲了这个比特币现在是这个牛市冲天了 哈哈哈 微老比特币的这些股票 对 微老比特币的股票都都涨的 其实有几个股票了 有那个第九城市也狠狠的 一天我看今天它涨了百分之八十 这个一天涨了百分之八十 这个那么像我这些股票呢 今天涨了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的 它昨天前天涨的多一点 但是总的来讲 它们现在涨了也就是一倍吧 一倍一倍 那个 当然它的目标肯定不会是一倍了 对吧 对对对 它们有些好像翻了十倍 或者是一百倍的有 我今天看到一个股票 它从七分前现在涨到两块五了 两块四块九 所以就是做股票就是这样了 就是你这个 你这选择 因为我喜欢做股票 它去年我做那个石油的时候 它们也是一天涨了百分之 有的最多涨百分之二百五 百分之七八十的也有 像这个 当然了它有的时候 一天给你跌个百分之七八十 去的也很多 所以在美股就是 机会和 美股呢 它是这样 你要就像你讲啊 搞对了板块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一股风来了 就就就就就拼命涨 并且涨到很厉害了 有些股票整个涨十倍二十倍的一百倍的都有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股票啊 它就是个风 对吧 风呢 就要看到风向 是不是 有个风向搞对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现在并不一定说 一定要去买option 它就是有些城市代 就是这个实际 value是 这个很大的 现在这很多股票 比option还涨得还快 option 你option是这样 option那个就是个 小赌的工具 因为你 你到最后那几天 如果它就是 涨不到那个位置 那你就等归零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option的 option就是说 本身有赌 很大的一个方面 有赌的一个方面 当然要做好了 也不错 就是你说 一个做option 要想做得很好呢 那么你对股票 应该是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股票的方向 你如果掌握不住的话 option 和option的方向 和股票的方向 几乎是一样的 对对对 方向是一样 如果您不能判断 股票的方向 那么你option的方向 那也是错的 那你那错 错的话 那么你就 你就有可能 这个股票 跌对分之一 你那边就跌对分之十了 所以这个 你那天 你那天讲的这个股票 叫 bit bit 他这个股票 大概是 我今天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我说今天 美股就是这样了 美股今天 这个应该说 挑战打击机遇了 不是这个机会打击挑战 对因为这个美股今天 我看他们就上半期就开始往下跌一点了 对 是不是会 我们不知道 今天这个市场调整 今天市场 今天第一天开门 就刚才对播的时候 道具指数已经掉到700点 对吧 NASDA跟这个SP掉了2% 左右 对 现在呢 开始的时候 今天那个比特币 掉了17% 现在涨回来了 涨到 只掉百分之几了 掉百分之7了 所以做股票 哎呀 做股票 我今年花了两天的时间 又去看了一下A股 因为原来A股比较熟 所以你是A股 你是权威人士 A股花了16年的时间 专门研究它 对吧 所以我有三年的时间 就不太研究了 所以现在再去看一眼 现在一个呢 精致 就是中国的精致 好像是在全球里面 现在是 在现在这个疫情情况下 是最好的 对吧 另外呢 这个美元呢 也天天掉 人民币也在涨 现在呢 很多资金呢 好像是 就 进入到这个 人民币 或者是 就是以人民币为 对吧 会计算的 一些投资工具里面去 所以呢 你这个 在中国这个股市里面 你是 16年的经验 我们看看 是不是能够在 中国这个股市里面 也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个 全球的股市啊 全球股市 我们谈过 这个全球的股市 从2009年开始的 对 2009年的3月3月3月份 3月31号 准确讲 那么就是说 美国的股市 是经历了 经这一轮 这一轮搏烂状况 最长的牛市 是从那个时间开始 对 那么中国的股市呢 那么是 是从2008年的 2007年跌下来 进入熊市 2008年的 11月7号 11月7号 应该是 那么它 到2009年的 3月份 是一轮小牛市 然后从那以后呢 从2009年的 3月份 那么一直到 2013年的 2013年的 6月份 那么这是一个 熊市 熊市集团 实际上创业版 从2012年的 1月19号 就开始走 走出一个 一个熊市来 那么 2012 创业版 这个 2013年的 6月份 6月25号 一直到 2015年的 6月12号 这算一轮小牛市 那么从 2015年的 6月12号 一直到 2018年的 10月18号 这是一轮 又是一轮熊市 这轮熊市呢 那么 实际上 我们现在 中国的 这个牛市 这个 这也不能叫牛市 中国这个 反弹市呢 那么就是说 是从2018年的 10月19号 10月18号 10月19号 开始的 那么一直到 今天 它现在的 现在这个 创业版呢 已经进入了 两年的 牛市了 而且从 级线图上来看 它从来就 没有往前跌过 像这个 上证指数呢 那么最近 三个季度呢 也是在走牛 而且走得很好看 这个 所以中国的股市呢 现在基本上来讲 是一个牛 小牛的 这个阶段 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么 它 我估计到 4月份 应该是没有 太大的问题的 如果美股 不是 进入熊市的话 中国的股市 它的春季行情 一般是从 今年的 今年的年底 一直到 4月中旬 那么这个 这个过程呢 它是中国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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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行情 但是 这个 这个春季行情呢 是接着 去年的 这个 这个 小牛 也就是说 它的 纪限级别的 反弹上来的 接着 2018年的 10月 那么 到现在 一直在走 一个小牛 的样子 那么 这个 这个时候呢 做股票 是相当容易的 因为 在熊市当中呢 做股票 很艰难 你比如说 容易的是 就是都赚点钱嘛 现在 好像 对中国股市 关注的人 也很多 越来越多了 是吧 熊市当中 我也赚钱了 我赚的 也不少 对呀 那你就 熊市当中呢 熊市当中 赚钱 有赚钱的方法 当然 我可以专门 会讲熊市当中 那么赚钱 因为我是20121314 这基本上是熊市当中 2015年的下半年 又是熊市当中 所以这个 在熊市当中 如何赚钱 我都是多少 有点经验 这个 这个是很 但是很残酷 赚钱很艰难 但是关键问题 就是你在熊市里面 你找到 根据你讲的 那个叫板块理论 板块文动的话 可能是比较 能够花费游戏 是吧 熊市当中呢 你要找板块 熊市当中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挣钱的两个板块 一个是 一个是酒 一个是药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 是比较容易赚钱的 这个 再一个呢 在特别熊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 接近底部的时候 往往这个金融 容易走牛 因为它要把这个整个大盘 不要让它 它要拖住整个大盘的 唯一的工具 就是金融的银行 银行和那两桶油 但是那两桶油 是实在是 踢不起来 所以真正的 真正的在熊市当中 能够赚钱的话呢 那么就要把握 几个板块 当然熊市当中 也有 也有牛板块 举个例子 就是从2012年 到现在为止 最牛的板块 恐怕就是锂电池了 锂电池和新能源 这一个 那么锂电池 即使在熊市当中 它也是走牛的 那么其中出现的 两个股票呢 就是最早的时候 就是一个干风礼业 一个天气礼业 那么这两个股票呢 在熊市当中 它也是长得很好的 这个 包括五粮业 想当年 这个酒 在2015年 长得也很好 当然了 酒的真正的牛市 是从2004年开始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酒的牛市 还在牛市当中 因为当时的五粮业 只有30块钱左右 二十二 不到三十 二十多块钱 现在已经达到 可能三百多了 三百多了 这几年 那是 茅台酒现在也是 在中国股市里面 最大的一个股票 茅台酒现在已经达到 两万多亿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酒 去年 去年最好的板块 一个是酒 一个是新能源 还是新能源当中 最好的是太阳能 这个 那么中国的股市 就是这样了 它有一个春节行情 到四月中旬 就可以结束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本来是创业板为主 创业板 创业板的这个 创业板是 春天是最容易 最容易赚钱的 那么还有一个 但是今年的 今年的这个 今年的这个 春节行情呢 那不仅仅是创业板了 它有可能是一个 全面的一个开花 科技加资源 应该是科技加资源 就是创业板 加资源转快 那么这是 我估计这是 春天的一个 那下次你准备一下 我们都谈谈 这个就是在这个 现在到一直到 四月份 这个一个行情之间 给大家提供这些 一些信息 一些经验体会 一些你的做法 对吧 然后因为怎么呢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是在中国股市上 这个就是很成功的 并且也很大 几千万几个亿 几十个亿的都有 所以如果我们 这个能够 中国对吧 在国内有一个 很好的班子 在国外呢 带入很多资金 我现在的几个想法 一个是国内 一个是欧洲 一个呢 还有个非洲 非洲也有个朋友 然后呢 有些朋友是在欧洲 对吧 就是我们想 做大一点的 万一能够组织发展起来 对吧 搞个上市公司 搞一搞 对吧 就是说 就是能够 就是这个比较多的资本 就在这些地方能够 能够做大 看看 你只要是 我知道 中国这个股市 当然比较熟了 花了十六七年 那你就专门做熟 对吧 然后 但是中国的股市 有它的问题 中国股市不是一个投资 可以赚钱 不能投资 所以 你反正对中国熟就行了 它有问题 你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 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就行了 是吧 当然了 这两天一直在 这两天重新开始做中国股市 终于把精力放上去了 是吧 对 应该是这样 我本来是一直 你跟我说中国股市 你那么牛逼 那么有经验 那么有好的业绩 是吧 那胡萝尔不韦呢 现在 今天讲投资人 没皮的就是要 要赚钱 要安全 对吧 要有捐家带入 对吧 大家都看 现在你看在网上 寻找信息的 寻找帮助的 很多 对吧 我们下次 你要如果有市场 我们每天可以 聊几分钟 对吧 你说有信息了 我们 今天有什么好消息 有什么好的 搞的 这有什么消息 就是 就这个春天 你就是买入 集资股票到四月费 赚个百分之四五十 走就行了 这很简单 那又买入四五十 那就很多了 那还有什么 讲的了 就这 每年如果说 你抓好春节行情 挣百分之五十 没有什么问题 那是那就不得了了 一年转一波就够了 对啊 你就一年转一波 然后你就 昨天有个朋友 他们全部搞了个园林 他说一年 他工作九个月 然后还有四个月休息 三个月 然后你不用做事情 在股市当中 你一年干半年 就很好了 你要干得多了 反而赔钱 你这个股市当中 一年就是做几个月 就半年 然后其他时间 你选的最好的时间段 对啊 你选的最好的春节行情 做完了 然后到六七月份 五六七 你就说 你就得到处旅游了 对吧 到处玩就是了 对啊 然后到七八月份 再看看行情 那么到 他又可能到 十一月左右了 从十一月份 又开始打压到年底 所以你这个 按照继续新来的 那当然 与季节有关系的 与板块有关系 与季节有关系 中国的股市 就是绝大部分是在熊市当中渡过的 这个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不敢说 它是一个牛市 因为中国的经济有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有问题 中国的金融家都在监狱了 所以你说中国这个 中国这个股市 它能有牛市吗 它们不可能有牛市 反正你不要 我们现在不是 叫马云那样 呼呼唤唤语 几十个亿 上万个亿 不是 没有上千亿 上万亿 我们不用担心 有什么政治问题 是啊 其实我们都是无所谓的 好吧 我们都是 准备好 我们以后 给大家提供一些 经验教训 然后 什么时候炒的 好吧 没问题 你像现在 现在锂电 我可以这么说 现在创业版 有一半的 这些天下 是锂电的 像这些锂电池 我原先做的那些东西 现在都已经是 上千亿了 当时才三四十个亿 都几十倍的涨了 卧槽 这个这个 像这些 你要找到一个板块来 像你那么找到 那么多好板块 也没有 那你要如果搞这个 我2016年 我2016年 就基本 有点金盆洗手了 就是我把我原先的 实际上我原先 做公司 公司是我的公司 最后就做完了 上一轮的大牛市以后 然后就是 就把它解散掉了 然后剩的在国内的 这个资金也不是太多了 所以我就很少 再去关注微谷 当然了 那么每天 去看一眼 去看看 看看那个微谷的 就是没有 没那么多时间 没有这么专注了 因为你要想挣钱 你就得专注 对吧 对对对 你这个实际上来讲呢 第一 它就分 第一个呢 你要构建什么样的组合 对吧 什么样的板块 第二个呢 你如何去管理这个板块 不断的去降低成本 对吧 对 怎么能把这个成本 降到零 然后呢 这个怎么退出一个板块 对吧 然后寻找第二个板块 一年能做两个板块 大概就可以赚到百分之百的利润 那就不得了 百分之百的利润了 那我们以后就找一点具体的 你在做什么 做得怎么样 然后下面怎么做 好吧 好好好 那先就这样 因为不要聊太多时间 人家 OK 看不完 看看大家的兴趣怎么样 嗯 好好好 好 再见 谢谢大家